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你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 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一些三位来宾 首先 丹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张伟岳教授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 汪上志尚之歌 何荣好 观众大家好 还有中金院 第二研究所 助研究员 江台景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 节目一开始 马上来关注的 还是美国大选的 这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22号正式获得了 民主党2024年的 总统大选的提名 当然这四天 在这个礼拜登场的 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要备受关注 而贺锦丽呢 也当场就承诺 她说她要成为 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贺锦丽真的很会说话 她说她的客户 只有一个 就是美国人 但是也令人好奇的是 她宣称在太空 跟人工智慧方面 会让美国赢得 21世纪的竞争 而不是让中国赢 但如何处理 对外关系上 这个部分呢 贺锦丽给外界的 仍然是一个问号 因为讲到了对外关系 我们如果对比 她的老板 就是现在的拜登 拜登在担任总统前 洋洋洒洒 她的外交资历 非常的丰富 从1975年的 2009年就累积了 很多的外交资历 我们整理出了 包括呢 从1975年到2009年 三十多年 拜登在参议院任职的时候 长期就是在 外交委员会耕耘 而在1997年呢 拜登当上 外交委员会的 少数党领袖 另外在2001到2003 2007到2009 这段年间呢 又带任外委会的主席 所以华尔街日报 也分析说 现在的副总统 国安顾问高登 还有另外一位 联邦参议员 Murphy 有机会出任未来的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国务卿的职务 而现任的国安高层 将不会留任原职务 我请教五位老师 现在看贺锦丽 大家看到的是 除了他现在伤脑筋的是 国内的经济问题 当然这是最重要 可是很多的批评都是说 他缺乏对外事物的经验 在这一块如何来补强 您觉得 我相信当然 像目前为止 华尔街日报会的这种分析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相信说 我们看Harry 看贺锦丽要有很清楚 第一 他个人的从政过程当中 只大概历经两种职务 一种是检察官跟州检察长 另外一个就是参议员 另外一个职务 就是他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目前为止 还担任的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 如果以这样一个 过去从政的经验 确确实实 他在有关于国安议题 跟外交政策上 事实上是涉猎有限 琢磨不多 第一个很清楚的 第二个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两个角度来看他 那贺锦丽要不是说 因为什么 因为拜登年纪老迈 然后在辩论当中 加上川普的枪击案 那理论上 他大概很难 会成为一个候选人 因此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他担任副总统 基本上 不能说他是一个 边缘化的副总统 理论上他参与 所谓国家重大的 国安跟外交事务也有限 他跟什么 这个他跟所谓的前女以前 所谓的小布希时候的前女 被视为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副总统 是大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再想一个概念 一个副总统 其实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来讲的话 在国安跟重大事务参与有限 那副总统的国安顾问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Golden 他是一个重要的重要 是核心的核心吗 所以我相信说 你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Golden也好 或者说Moffice也好 这参与人 康乃哥州了嘛 这些人应该是他的亲信 你也觉得有办法补强吗 但他的亲信 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的国务卿 我想自己国安顾问 我想说还有待观察 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 Harry在党内 他其实不是人员很好的 那他这一次之所以 能够被大家所凝聚 是什么 因为民主党都共同凝聚 一个反川普的仇恨的意涵 那这种过程当中 如果Harry只是用自己的亲信 把亲信当成国师来任用 我相信这对什么 这对他未来在执政当中 会经历过很大的考验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是不是先天不足 有待评估 那第二个 显然在国会里面 跟主要的反对党当中 那共和党一定是强力监督 所以我相信说 华尔街日报 只是初步做了个揣测 那这种揣测 未来会不会成为事实 还有待观察 这些人都是亲信 那亲信是不是国师 我看到未必 现在连民主党内部 都有人在提醒贺锦丽 说我们这个民主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搞得热闹非凡 但是也要小心 这个高点开始 就是往下掉了 因为现在关注的 就是9月10号的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 还记得吗 第一次川普对上了拜登 结果拜登因为辩论 表现得太糟糕而落马 那现在看到 这次民主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当然我们拉到 这个四天的代表大会 上面看到 这个确实是很热闹 像是大咖都出席了 比如说 现任的总统拜登 还有包括 这个贺锦丽的副手 就是Tim Walts 他在现场也高喊说 让我们翻过川普这一页吧 替中产阶级减税 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让人民能够买得起房 他只讲了16分钟 不过呢 在台下他的儿子 这个Tim Walts的儿子 叫葛斯 泪流满面 17岁的一个年轻人 泪流满面 然后是说 That's my dad 这是我的父亲 我爸爸 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当然提到 包括像拜登 还有像是前总统克林顿 还有他的妻子前国务卿西拉蕊 以及前总统欧巴马夫妻 还有佩洛西 以及包括脱口秀的主持人 Oprah 所以我们说大咖云集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就在讲 贺锦丽除了外交的不熟人 被人诟病之外 现在我们刚刚讲 9月10号的辩论会 上次跟您看 因为贺锦丽被外界认为说 她是需要读稿机的 有读稿机就没问题 她可以口才非常好的 但是没有读稿机 甚至如果将来 媒体的一对一访问 她能招架得住吗 我个人推论可能可以 毕竟作为一个司法的 这个背景出身 熊变应该是无碍的 口才应该没问题 而且现在主要是这个气势 要知道其实贺锦丽先前 临时 得临时寿命 或临时接任的时候 你要知道真的是一开始没看好 但第一天 那个募款的状况 就一直refresh 所有就刷新 所有人工的眼光 而且你不能不承认 这一次的这个四天的民主党的 这个全代会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历来 民主党的当中 应该是最成功的一次 为什么这样讲 真的是精彩辈出 你刚刚点到的这些人 他这个铺牌 我觉得 比如说 我很久没有听到欧巴马 这么样的 有力量的 这个在公开 你看他卸任之后 你也很久没有看到 现在虽然老太龙之后 还是有点帅气的 克林顿 而且开了玩笑 我比这个川普小 小几个月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 所有的讯息 是非常非常精准 什么东西呢 透过这些当时 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欧巴马 真的执政得不错 克林顿 那时候经济非常好 他其实把当时 执政了一项 很清晰的还原强化 所以说今次的民代会的部分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剧情 非常非常饱满的 然后而且最重要的部分 很多的话题 有很多的情绪 特别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社群 可以热议的东西 我跟你讲 我自己最感动的 其实就是华智的这个儿子 你知道那个东西是由衷的 那个东西泪流满面 那个激动的东西 我知道我在世界看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被撩动 我会想起我爸 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对他 而且美国非常注重家庭价值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现在美国社群 讨论这么凶 甚至整个重心他儿子 现在是大概是热议最高 搜寻最高的比例 因为美国家庭价值在凸显滑 现在尤其跟现在范思 川普的副手 这个对抗上来讲 你越来越感觉范思无情 其实我过去看过范思的书 所以我还蛮欣赏他的 可是这个滑子一出来中 你就觉得范思真是可恶 然后没人心 两相比较起来 这个滑子好像温暖多了 没回没白菜 当然我认为这一切都精准的设计 所以包括其实贺锦丽当中 他说着让我们翻过川普这一页 最后你所有万千的情绪 万千刚刚讲 包括克林顿 欧巴和欧普拉的这些印象 你都是要conclude 归纳在一个 你对现在贺锦丽总体的感受上 所以这个感受当中 很精确的就是翻过川普这一页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精准的设计 你想说在全国党代表大会 他当然这个叫造势 所有大咖云集 就是为了要帮贺锦丽抬轿 那当然那个刚刚讲说 辩论会现在贺锦丽要加强 甚至还找来了这个假想敌 赶快来预炼 那我要问的是说 因为营造的是一个团结的气势 那现在呢最新消息就是 第三世纪的小萝卜甘乃迪 已经宣布退学了 而且他说他要加入川普的阵营 您觉得他对于这场选战的 这个决定性的变数会是如何 我觉得我有拉扯 你看特别是 他马上就是来支持川普 而且我看到这新的部分 其实海力 就先前来讲 在共同党也有人气 大家一起的这个同时的 这个你知道的炮口 如果真的加起来跟川普 我觉得可以补掉一些 我觉得范斯的失分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有所对决 但是我觉得贺锦丽 还有两个王牌 大家不要忘了 泰勒斯 我觉得泰勒斯 因为现在大家是各自基本盘 被催出来之后 年轻人我觉得大家又忘了 其实过去前几次的选举当中 美国年轻人的部分 要不要来投票还是有的 那先前泰勒斯已经有一张 暗示贺锦丽的 她的这个推 在X上面的 那个东西已经也是引起话题 而且密血欧巴马在这次 全奈会当中并没有光芒万丈 我一直有个感觉 就是最后你会在最后冲刺 也许选情之业的时候 人家看到贺锦丽 泰勒斯跟密血欧巴马 哇我跟你讲 这个强度 我认为现在虽然小川普 小甘乃迪跟海力 如果他们合体的话很强 但如果我刚刚讲那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一切的精准 现在我们看下一波精准 就是电视辩论会 因为媒体这个东西 像经济话题 经济议题 你要怎么回避 你要怎么凸写 我认为看到不是他的口才 是现在我也不太认为说 美国现在的选民当中 所以国际议题care 但是现在对于 这个贺锦丽当中的 他的短板 大家认为的短板 如果他可以在这个辩论会上当中 巧妙的或任何的方式 并没有失分 甚至攻击到某方面川普的 这个软肋的行情之下 那就有了看 表现不走中的话 就算是得分了 OK 那刚刚讲说小 小萝卜甘乃迪嘛 因为虽然说他的制度 大概只有4%左右 不过加入了川普之后 确实这个数字也有得瞧的 那当然川普这边 你就要来看 现在感觉还是一招打天下 他是猛攻赫锦丽 还有猛攻 就是把他跟这个拜登 两个拉在一起 而且他强打的是什么呢 在22号他在亚利桑那州 就在赵斯科大会上面表示说 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他将会向不接收 被美国遣返移民的国家 要征收高额关税 还原他的实际谈话 他直接说呢 如果这些国家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不跟这些国家 进行贸易往来 还要向他们征收高额关税 好 听得出来 川普的工具就是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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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就是关税 但是关税也是一把两面刃 江老师怎么看 川普的关税手段 能够发挥多大的杀伤力 OK 其实11月就要选举了 而且在当时 其实在我们上过很多次节目 然后大家看到川普 被枪打到那一刻 就觉得他应该赢了 可是看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川普好像有一点 就是他的优势 他的胜利的天平 开始往贺锦丽那边去倾斜 那我们去回顾一下川普在从以前到现在他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先讲大家听得懂的语言 就让一些他的支持者能够了解的语言 那其实因为说实在的 民主党的人比较偏向高知识分子跟高收入的人 所以他们有些讲的东西 并不是这么所谓的接地气 或是让民众可以认同 那川普反过来 他就是不断的用很简单的术语 不断的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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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复 让他的这些选民的被剥夺感而跑出来 就说你的工作没了 就是因为这些外来的移民把你工作抢了 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 把他送回去 那再来中国抢了我们的制造业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把中国的东西刻以高关税 我们要把这些厂商全部再找回美国 来做美国制造 让大家的就业率可以有所保障 关税也会伤到自己啊 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是选举的语言吧 我觉得我们再回想一下 前一阵子他不是说电动车很不好吗 那说完没多久之后 那个Elon Musk就捐款给他 川普马上就说 他觉得特斯拉还不错 又变了 对那甚至以后可能不排除 把那个Mask抓进来他们的团队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基本上就是 看哪边有舆论的流量 那他就往哪边去倾斜 然后来去边做边修正 他因为说真的他就说错话 或者是种族歧视是他的 就是说他很鲜明的个人指标 那就算他在说什么事情 其实他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他就是在等对手 那也许贺锦丽今天说错什么话 那我就开始追证你就开始狂吹 所以现在在选前 其实不管是我们现在讲 川普还是刚刚聊的贺锦丽 其实为了选票极大化 在选前他们说的话 真的是听听就好 贺锦丽不是也提出了一个机会经济吗 这也是新的一个名词 在俄战争现在大家知道 已经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境内 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了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 他飞到莫斯科 出席中俄总理的定期会晤 而李强说近年来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丁奥 他也提早就发出邀请函 他公开表示说2024年 就是今年的10月 在俄罗斯克山所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恭候习近平主席的出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 这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 等一下会看到 端出了一个数字 他强调说 俄罗斯在对中国大陆石油出口方面 是处于领先的 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大陆 天然起出口的第一名 另外是俄中之间 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比例 现在已经超过了95% 吴老师 李强这趟去是俄乌战争开达以来 第一次有中国大陆高级别的官员 到俄罗斯去访问 您觉得北京他们希望 透过这一趟访问 要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想其实李强这次访问 不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他的名称就是 第二十九届中俄总理的会谈 定期的会谈 那如果就高级别 李强这次去还是用包机 他还是不用专机 以前李克强是用专机 现在只有习近平出访才用专机 李强他严格讲 他是降格一级做包机 可是我们常讲说 俄乌冲突之后 乃至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在2023年来讲 习近平就是已经到的莫斯科了 所以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 连任总书记 然后在隔年的人大 当选的国家主席 第一个出行就选择什么 就选择了莫斯科 也跟普丁见面 那普丁在今年的五月份当中 当选了之后再度连任 第一个出行的也是选择了北京 所以中俄之间来讲 他们做个统计 过去的当年十年当中 就是如果从2013年到2023年 双方领导人普丁跟习近平 已经见了四十二面 那如果再把今年五月份算进来 今年七月份的哈萨克算进来 已经四十次次 那马上由于今年的所谓金专峰会 是俄罗斯举办 所以俄罗斯当然习近平一定会参加 不像去年 去年是在南非 那普丁怕说到南非 可能国际刑警组组织要逮捕他 所以中俄之间的高层本来就是互动非常平缓 第一个来讲话 第二个来讲话 其实那这一次其实俄罗斯跟所谓乌克兰本身 双方所采取的战略都很清楚了 因为这个战争不可能长期打下去 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何 大概这场战争也会初步告一个段落 因此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在以战在逼合 以战在逼谈 所以外界也不用去过度解读 说在李强访俄期间来讲的话 好像乌克兰第一次打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境内 其实我们仔细看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来讲话 当年法国的拿破仑是打到莫斯科 德国的希特勒也打到了莫斯科 那现在的乌克兰当然某种程度 已经进入到苏联的边境这个部分 那你说会产生很大的逆转 我想说有点在言过其实了 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固然这一场战争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但是一般的预估来讲的话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一场战争大概不可能是久脱不绝的 那因此此时此刻 在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那最后努力是希望能够为何谈 能够创造更多的筹码跟条件 今年金专峰会的重点您觉得会是如何 我想金专峰会的重点基本上还是 既然是在俄罗斯来主办 那中国也是说金专峰会的国家 也加进了一些新的国家 这新的国家基本上都不是很亲美的国家 原来是与中俄两国为主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应该不会让人感到太大的意外吧 理解 中俄双方在会谈之后 也签署了中俄总理第29次 定期会晤的联合公报 还有新版的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 那这当中包含很广 像是科学 化学 工业 海上搜救 跨境 货物 运输相关的领域 而双方的贸易其实在这几年也迅速成长 像是2022年就超过了预期的24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2023年中俄贸易的年增率超过四分之一 今年一到七月的增幅是1.6% 所以从经贸数字上面的不断的飙升 看得出来其实中俄双方是相互依赖 当然最要谢谢美国了 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西方国家 因为在推波助澜之下 让中俄两国是越走越近 甚至还要想说背靠背 那所以上支哥怎么看 因为刚才提到说 在今年的金专峰会 有一个重点就是希望 尤其是俄罗斯这边 他们念字在字的所谓的去美元 非美元体系 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说明来看此刻当下的中俄关系 其实还是有一些 大家的象限的目标落差 怎么说呢 俄罗斯现在要的中国的支持 主要是要度过眼前 现在乌克兰战争这一头很多方面的需求 特别是欧美的这个制裁 它是靠中国走过这两年的 可是中国需要的俄罗斯 坦白讲是什么呢 它其实不是它的这些能源等等 它要的是终究是一个 中长期以上的这种 联合对抗欧美势力的关系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有一些角度的差异 但是但是 他们有个共同性的一个focus 确实就是去美元化这件事情 而且作为去美元化当中 我相信双方 就是中俄双方 大家对于去美元化的那个东西 肯定那个愿景 那个end go 还是也会有差异 但是目前看起来像 终究在中俄两国这个磨合上 这两年去美元化 要知道去美元化 不是两三下讲完的 现在在建构这个 所谓的新的结算系统 当中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加入 而且可是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好像会员制 你进来大家马上APP可以使用 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 央行跟央行之间 民间银行银行之间 从international bank 到所谓local bank 这种交集 而且适用 还有这些弱势国家的货币的波动很大 所以这里头能够容错率 比如以人民币的标准 或以卢布 然后而且还要对接美元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时间的 但是今年确实是很好的时间 因为美国大选 所以当这个政治 即使贺锦丽民主党万一 真的选上的话 他还是内阁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这里头不见得政策延续 所以这个阶段最后这几个月或下半年来 那么当然不可能有积极美国政府对抗 会有很厉害的谋略 来对中俄这个去美文化当初 能真正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timing 当然要更加码加紧的来进行 当然我知道 其实现在中俄的这个紧密性 眼前有两件事情简单讲 就是说现在欧盟或美国越来越多 无地放始地在指责说 你中国你就是支援了这个军事武器设备 中国不断地在反射 而且说这个话不是 说三道四 都是欧盟当中有头有脸的人 但在此同时我们要注意 包括FED 联储会当中现在已经确定降息 降息的事情就是说 很多的资金释放出来的时候 在国际市场的美元动能 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活跃 这些是不是对刚刚讲 去美文化这件事情 会形成压力 而不是像先前美元升息的时候被封闭 大家收紧回来 没有在外面很大的流通 而且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说 这个贸易额能够持续地扩大 因为这个才能够达到 所谓的去美元化的目标 但是我们讲说要维持国家竞争力 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看 国家的资本市场活络与否 我们要讲在中国大陆这边 数据显示今年为止到8月21号 看到在大陆A股已经有40家公司摘牌 另外还有9家公司 收到交易所拟终止股票上市的告知书 只能够等待最后摘牌的通知 而在今年A股退市的公司 可能会逼近50家 将会超过去年45家的历史最高 但是因为国务院在4月份 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版国9条 就是要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深化退市制度改革 所以外界也说不意外 他们解读是大陆A股上市公司 目前正在加速的新陈代谢 不少投资人当然也会把矛头 就指向中国企业IPO太过于腐烂了 我想先请问江老师 您看您同意吗 其实IPO其实也是在疫情之后 想要快速的让股市 或是让市场活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举个例子 像今年其实有734间的公司预计IPO 但是后来因为刚刚您提到的 就是郭九条 还有其他的一些监管方针出来之后呢 其中有349间主动 说我不玩了 然后这349间里面大概有40间是做半导体相关的 那我们开始我们再把时间回到说是在2月5号 其实大陆股市并不好 然后在2月7号临时 去换了一个叫做那个证监会的主席换成无亲 那他在里面呢 他就去特别去强调叫做打击财务作假 然后把以前他们有一个叫做ST股 就是有下市风险的股市之外呢 又多出一个警示股 那这个时候就造成投资人的紧张 那如果一旦被标示警示 那其实很快他就会下市 而且在这当中他又提到说 我在20个交易日内 如果跌破3亿 你就必须得强制下市 那中国的政策通常都是一拳玩在一拳 那所以各位再回想到6月4号 王沪宁开了一个政协的会议 在第14市场会 那题中他讲了一个说 我们要建构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个结构体制 然后这时候这里面那个 那个丁薛祥副总理又说 我们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 为非公有至今经济发展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机会 那意思就是要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可以发现说很好玩刚刚讲的A股有五十间下市了 那这些钱跑到哪里 会发觉你看哦 他都跑到大陆的四大公股行库了 有包含我们的建设工商 还有那个中国银行跟农业银行 大概就是往这边往公股里面去挪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监管力道是加强了 那您觉得未来 如果想要继续留在A股的这些企业的话 它大概的特质会是有哪些 其实大家会去买这个新的IPO 就是因为它并没有那么的 财务并没有那么的 那么混乱 可是问题是你今天要收紧 要把所有的钱回笼到 政府所可以control的股票里面去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在里面 OK好理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持续关心 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 北京交易数据分析公司 IT集子 他们有一个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 阿里巴巴在中国大陆创投交易当中 有40%是瞄准了AI初创公司 像腾讯也有30%投入了AI公司 而在大陆 目前至少有6家开发的 大型语言模型 我们常常讲说LLM的新创公司 就像画面当中左下方我们看到包括哪些呢 零一万物 百川智能 智朴AI 月之暗面 minimax 还有接药星辰 这6家总估值突破了10亿美元 所以被称为AI六小龙 而这些公司也大多获得了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投资 所以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呢 阿里巴巴跟腾讯针对这些公司的投资 有很大一部分 我们刚讲说 投资其实呢 是提供算力 来当作这个投资的形式 这个模式蛮特别的 这种合作模式 像是免费提供云计算基础 来换取这个 我们刚讲 AI六小龙的股份 上次哥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 为彼此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其实腾讯和阿里巴巴过去 他们自己也有部门在研究AI 可是毕竟大数下好诚量 它的这个创新力或各方面 其实就不可能像 我们从OpenAI跟微软的经验当中所看的 它就是自己往方向走 所以微软并没有干涉它 就我所知像阿里巴巴先前 他们的AI部门 你就会只是在帮忙做这些电商 腾讯也很厉害 但腾讯因为体系下 还有包括游戏啊 各方面产业还有社群很强大 所以就变成做一些资料整理 所以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趋势上这样的 所以现在 但是你说要建构一个这么大的 花这么多资金的 这一些AI虽然很灵活 我说只是在中国的这些 很创新的公司 有能力吗 当然其实要不是资金 其实资金就是要买设备 所以现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认为腾讯和阿里巴巴 主要是看准了 微软跟OpenAI的关系 就又是帮助你 可是又没有干扰你 你才能够长得这么好 那么可是微软过去是提供资金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状态 我钱给你 你可能小公司你可能乱用 那你既然最要的钱就是为了买设备 那我们设备给你 所以你知道中国 这个还是有些modify 会稍微修正一下 修正一下 这蛮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现在在 无论现在自己 腾讯自己 尤其他的游戏 和很多的设计 你知道现在他们也大量的导入 开始用AI 在画这些游戏跟动画 这些都是众所皆知的 那么电商当中 从阿里巴巴也开始运用一些AI当中 改变它的演算法跟克服 我自己在现在用淘宝当中 它推送给我 引诱我买东西的越来越精准 我都没有办法抗拒 当然无论如何 要知道AI这个产业当中 众所皆知 首先中国的这个市场 和使用数位应用的人口 中国人又爱跟这个网络对话 跟相聊天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比美国当中 产生AI市场的更大的动能 特别是在应用市场 所以毫无疑问 中国大陆的AI市场一定会出现独角兽 而且独角兽不会只有一个 不会像美国现在OpenAI跟Google 这些大巨头在不斗 它一定可以长出好多个 而且可能在生化科技应用 物联网的服务 乃至刚刚讲 它可能产出各类的很强大的AI 单单满足中国的市场 美国不要 它还可以中南美洲的市场 可以继续扩散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潜力 要是我是腾讯他们 我当然也要投资这么多 你讲到腾讯最近不是大家看到 中国大陆有一款非常火红的黑神话 悟空这个游戏 那这个真的是红到不行 因为我今天才看到最新数据 是已经有一千万人次的下载了 那当然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布局跟投资 不过刚刚讲说对AI公司的发展来说 江老师您觉得 意思是说给钱不如给算力 为什么 其实算力这个名词 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形容 叫做你去处理讯息跟数据 运算完之后再给出答案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用比较科学化的说法的话 它其实有三种算法 第一个叫做FLOPS 那个叫做Flox 它的算法是你的算数操作数 再乘以每秒的运算周期 之后再算每十中周期的操作数 它的一个成绩的数值叫做算力 另外一个叫做哈希数 哈希数这东西是以前在挖矿的时候说我每秒处理 可以算多少哈希值的量 那再一个是TP值 TP值就是每秒处理的交易数 那这几个方法就可以说是它一个算力的表现 那我们再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说 那以前的超级电脑大概是怎么样子就是 我每秒可以处理多少东西呢 我每秒大概可以处理一百万的这种 算一百万次 那现在变成说每秒可以算一千兆次 那再举一个更贴近大家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其实用这样算的话就变成说 我今天出一个很难的题目给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算 他可能要算十年 但是我今天这个超级电脑算完之后 他可能只要一秒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答案给解出来 那好 那你今天有这些东西其实他 过去啦我们在做这种基础设施的超级电脑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资料中心都是以 政府为主体 去做布局跟建制喔 那目前来说的话是刚刚讲那个 他的算力指的话美国目前是第一 那再来是日本 那再来是芬兰 那再来是中国 那台湾是大概是在第17名的状况 然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制数呢 其实美国是第一名 那再来是中国 那再来是德国 那再来是日本 那台湾是在第16名的这个状况下 那台湾的话目前是有6台 那其中4台台湾31234号 是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国防中心在做营运 那其实也跟华硕的台智云有去在做一些协同跟合作 然后但是 为什么NVIDIA突然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的这种架构 它是用CPU的架构 那NVIDIA的GPU出来的这个架构出来之后 其实也改变了一些很多的这种超级电脑的一些思维喔 对 所以今年在2024年它的一个超级电脑的排名里面 从以前CPU架构变成CPU加GPU的架构 那其实第一名的话是美国像素实验室 然后再来是美国的阿杠实验室 那第三名是微软 它也是第一次进这个排行榜里面 那辉达用自己的GPU去叠叠叠叠叠完 它竟然也进了第10名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从以前的这种GPU CPU 从CPU架构变成GPU架构 变成说以前是以国家为单位 像也许我自己企业就可以建一个 自己的所谓的运算中心 所以美国其实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追赶上来 因为刚刚提到的其实排名在全球的G2 就是一个是第一名现在是美国 第二名就是中国大陆 算力就是国力 这个路透社报导说 根据过去一年 中国大陆的公开资料库所发布50多份的招标文件 发现至少11家的中国实体 曾经希望取得受到管制的美国技术或云端服务 像图表当中我们看到 深圳大学就曾经透过中介商叫韵达公司 韵达科技公司在一个亚马逊网路服务的账户 花费人民币大概20万 折合美元是27000 将近28000美元左右 获得以灰达A100还有H100晶片 所驱动的云端伺服器的使用权限 另外四川大学在4月份一份招标文件也显示说 他们买了4000万个微软Azure Open AI的词源 就是我们知道的Token 来打造四川大学自己的生成式AI平台 所以我要问张老师这句就是 那这代表说漏洞 而且我们讲说League is everywhere 美国想要围堵中国大陆的AI发展 看起来是堵不住 其实我觉得这倒是还好 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买不到 比较好看用的GPU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 就是说我把以前那些用不到的矿机 或家里闲置的GPU拿去租给大家 那租给大家把这些所谓的算力分享 然后再收取一些报酬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再来其实我觉得美国要担心的 并不是说它的算力 因为算力这种东西 或者是中国现在开发的东西 主要它用在它很多的运算 比如说包含刚刚讲的手机游戏 电脑游戏 还有他们之前出的那个无人驾驶车 罗博快跑 那其实都要不断的去运算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运算能力 来去帮它做这些运算 所以我觉得目前像这些东西 会比较跟美国担心的技术外移 或者是国防无关 那换一个角度讲说 其实真正要担心的是 腾讯去投资的这些APP 这些东西到美国去 让美国人或国外人 不知道它是中国的东西 那也许就像之前提到说 我们要有一个主权式的AI 那也许我今天输入进去说 台湾总统是谁 那也许又是说习近平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会让大家潜移默化 用习惯用喜欢之后 发觉说其实好像大陆没有那么讨厌 所以也算是他们的大外宣 或者是一种统战的一种方式吧 中国大陆现在在AI的这个发展上面 追得很猛 那像是右边我们提供给大家看 Mini Max 他们所研发的AI聊天机器人软体 叫Talky 在全球大约有1100万个活跃用户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那其中有一半就是在美国 成为美国高人气的这个APP 甚至呢在距离美国本土 这个AI聊天的龙头 也就是Character AI 1700万 两箱比较起来其实差得不远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吴老师您觉得我们讲说AI 那当然算力就是好像是未来的国力 在这个部分的话 中国大陆政府目前对于AI发展的态度 您的了解是 我想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最近 刚刚中共通过的这样一个三中全会的决定 或者说从他们包括 我们看到最近包括像工信部 他们七个部门联合花部 怎么未来产业创新 那这些所有新兴的项目当中 大概都会有AI这个项目 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美中之间的科技战来讲的话 除了半导体之外 其实目前为止打了最凶的 应该就是包括像AI跟量子运算 还有包括像新能源 跟包括生物科技等等 这个几个领域 那为什么美国对AI这个部分 它会比较重视 就是刚刚除了几位所谈到的 它涉及到算力之外 基本上美国它看到一个基本的数据 就是20 我们看到说很清楚的 在2019年日本的经济新闻 他们就不断在做分析跟统计 就全世界在有关于AI的论文的发表 跟被引用的次数 2019年开始 其实中国就超过美国的 那因此如果从AI的这样一个专利数来看的话 中国其实相较美国并不逊色 但是差在哪里 差在于说AI当中来讲商品化跟值的问题 那中国差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学一遍几个例子 包括像辉达 他现在美国可能会进一步进 他包括连卖到中国H20这个部分 他都准备还要进一步降规 所以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因此美中之间就很关注 那第二个美国也看到什么 美国也看到说 中国近几年来政府部门里面 投入到有关你AI这样一个部分的经费 大概是美国政府的大概三倍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因此他就会感到一个隐忧 那中国美国又看到说 如果以2023年 整个AI这个市场 中国大概占全世界10% 如果到达2026年 他会超过20%以上 因此这个问题上 他就想要做好各式各样的防范 那他防范东西就很多 第一个当然直接从人员跟技术来管制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管制中国的包括什么 包括公司直接从美国来进行 所谓云端的服务 甚至还不够他还管制什么 美国现在对晶片涉及到AI晶片 还管制到烧地阿拉伯 还管制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因为他们担心说 中国透过这些中东的国家 跟美国那些购买一些所谓AI的晶片 跟好的技术 然后严格的通过 所以说双方在AI这个问题上 就变成半导体之后 目前为止大概打得最凶的 OK AI确实 这个会是未来的一个攻防重点 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聊的是 半导体发展的专题这个部分 那等一下要来看看 到底美国要怎么救英特尔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来看英特尔 英特尔最近对外申报 他们的董事之一 同时也是半导体业的大佬 在半导体界每个人都大概知道 他这个陈立武 他退出了英特尔的董事会 来看他的资料 这个陈立武他曾经担任过 一华电脑执行董事长 还有执行长 同时他也是华登国际创始人 兼董事长 跟中国大陆中心半导体 这些业界的人士 关系非常密切 而业界甚至传出说 现在包括连英特尔的执行长 基辛格也可能会遭到逼宫下台 像CNBC的知名主持人 Jim Cramer呢 他就公开抨击 他说英特尔的管理层 必须下台要赶快重新改组 不然英特尔就完了 那现在基辛格也被点名 英特尔现在面对 可能是一场海啸 或者我们讲说 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这场大地震 上次个你觉得 除了一直以来 讲说补助补助 一直是他们的致命 因为别人有补助 可是他们呢 他们其实也有补助 可是这个光靠补助 就能够挽救 先讲到陈立武 我觉得台湾对他不太熟 可是他其实在巴黎年代 其实也就是很早一批 而且还有亚洲人 是这样子我简单讲一下 不讲说他在美国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新加坡 又在做半导体 对吧 我们都搞不清楚 台积电没去投资 其实关键是陈立武 都跟陈立武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亚洲地区 不是只有台积电 或三星 东南亚地区都跟陈立武 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是他的角色 为什么这次被提出来 当然现在是这样子 Intel很惨 所以指标现在惨 就是股价剩20块 今年年初是50块 腰斩再腰斩 你看这是什么概念 可股价当中代表其实就是市场 也就是你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裁员了一万多人 你有很多的部分都改变你 然后你到处先前吹牛 德国 日本都说你要建厂 然后都卡在那里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他当然最后 你最后一路一路检讨 财员该做的节省都做了 股价还是对你没信心 华尔街的股市不代表美国 是全世界都对你没信心的情形之下 所以这个压力 接下来当然就是CEO了 基金格当然都知道他很呛挑衅 那么最近虽然比较修炼一点点 然后他也有恃无恐 因为他毕竟是美国政府的掌上明珠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他换掉等等 Intel不会倒 因为他还是现在在半导体科技的专利 最核心专利其实Intel 所以Intel当中要做二奈米 甚至一奈米 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但他缺什么 不像台积电有一个制造工艺 台积电有建厂的整个技术供应链 Intel没有 所以Intel很多东西在地都找来找去 台积电要哪来 台湾的厂商绝不都一起去 就是这些年Intel或这些高傲的 或美国的这些企业家资本家 他不会去建你底下的这个团队 管理文化是基辛格最大的致命伤 看起来有可能他会因此而下台 OK 但是问题就是基辛格如果被换掉之后 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现在感觉好像是问题 认为是基辛格的问题 所以就换人 想办法先找战犯再说 说到了半导体 中国大陆海关总署 有一份数据报告显示说 2024年前七个月 中国大陆进口的总价值 将近260亿美元 约达到台币大概是 8300亿元的半导体设备 创造了这个同期最高纪录 而中方企业进口的半导体设备 主要是以Izmore 还有应用材料 还有就是东京电子 这些供应商用来制造 成熟制程的技术晶片 相关的这些导体设备 那现在看到的是 大陆厂商不断持续的强化采购 吴约老师您觉得 是不是因为要赶快先布局 及早因应美方有可能会 越收越紧的这种围堵 这当然是原因质疑 其实不仅是今年上半年 我们看2023年就很清楚 你看看 按照2023年 国际半导体协会 他们做的统计 就是全世界有关于 半导体设备的销售 全世界大概是下滑了6.1% 这是下滑了6.1% 但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 它是上升了42% 全世界平均是下滑6.1% 它是上升了42% 那42比重是什么 就占了全世界 大概所有的设备销售的43% 那今年在这基础上当 今年不堪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大概就很清楚的 那为什么这种方式 你如果看2024年 今年为止 大陆大概会有将近 有所谓32座的这样一个 我们所讲的12寸金岩 那这个大部分是成熟自成的 那加上如果原来44座来讲的话 那大陆方面大概就有将近 76座的这样一个金岩厂 所以它都要用两个方式 第一个当然广积粮 希望什么 希望能够透过市场 慢慢自己摸索 能够什么 能够自主创新 第二个就算不能自主创新 它也希望能够所谓的 涂滑链钢 来涂过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 所以我们看到中心半导体 虽然先进制成 它就被限制了 但是它就用不断的 重复曝光的方式 来所谓来进行突围 那这样一个重复曝光的方式来讲的话 相较一般正常的这样一个 我们先进制成 它是品质上是没有竞争力的 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至少技术上 已经完全突破了 这种卡脖子 所以中国大陆 大概是全心全意的 你看它从这样一个半导体的设备 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半导体市场 现在连美国也讲 成熟市场来讲的话 基本上来讲的话 包括大概是中国大陆会独占的 其他大概某种程度来讲 连台湾的成熟制成 大概都很难的 当然那先进制成来讲 台湾台积电量 还拥有所谓绝对的优势 所以大家都看到说 半导体这个部分 成熟的制成跟先进制成 或者说差异化的 跟一般的所谓量产化的 那这个市场上都很清楚 未来70多座 这个产能可见是非常会惊人 成熟制成一定会过升的 所以说到了半导体 财富杂志2024年 他们首度推出财富中国科技500强 有一个榜单 这个榜单里面就看到 包括华为 比亚迪 宁德时代 阿里巴巴 腾讯 小米 百度都入选 值得注意的是 大陆半导体厂在加速 采购半导体生产设备 那么除了预计在2024年底之前 刚才提到 有18座的新晶圆厂要投产 那么未来几年还有十几座 刚才想说 哇 夯不当当这样加起来 新建的再加上已有的 这70多座 另一方面呢 拉回到台积电这边来看 2024年台积电第二季的业绩 超标加上创高 最大工程就是高价的 三奈米跟五奈米的制程 现在是产能满载 第二季 三奈米跟五奈米占营收 比重达50% 贡献了新台币大约是 3367亿 光是上半年就带来 大约有6093亿 这个也是非常可观 所以目前看到 中国大陆也在加速 他们的半导体布局 有哪些现在看到的 半导体厂商 有可能会成为 未来成熟制程的重要玩家 讲成熟制程 我给各位一个数字 就是在2022年左右 大陆占成熟市场的市场比 大概是19% 然后有一个 就是还没有公布的数据 大概今年2024 可能会超过一半以上 被大陆给独占 这个部分其实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 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点 但是对台积电的核心业务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因为毕竟台积电 现在是在做 所谓的高速运算 就是先进制程 7奈米以下的 我觉得可能各位要 比较担心的事情是 半导体不是只有 逻辑半导体 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包含记忆体 包含化合物 还有包含逻辑 其实要担心的是 大陆它在化合物半导体的崛起 那化合物半导体会用在哪里 就是现在削的电力 那大陆非常非常多的 所谓的电力的基础建设 那包含电动车 还有包含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的 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 我们的那个什么 笔电的充电器这么大一天 对 现在这么小一个 就可以充笔电 充手机充平板 同时充 那这个都是因为化合物半导体 开始出来了 让它的那个 它的电力 它的宽带 它的宽带比较高 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大的电力 去做传输 然后它也会比较不会发烫 那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应该要担心的 大陆这个非常非常的强 那台湾还是在逻辑 应该是 逻辑半导体应该还是世界第一 这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关注的地方 OK 所以现在看到台积电 现在专注在做更精密的 就是说更先进的制程 包括我们刚刚讲说 三奈米五奈米 可是因为投资金额是非常庞大 很巨大 那当然也只有台积电 目前看来 也只有台积电能够回收 不然的话其实是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您觉得台积电 后续在先进制程 如果要持续保持领先 优势的话 大概要先怎么样做一些布局 我觉得台积电 现在已经走到一个 因为你东西越做越精密 你设备投资越越贵 所以你的入行门槛 会变得非常非常高 你必须得劳力密集 资金密集 技术密集 你所有东西都聚集在 这个所谓的先进制程里面 那反观你看intel 其实它是IDM 它什么都有 从设计到制造 然后到最后产品 它都有 为什么它会玩得什么 它其实它的怠速 它是从一路这样一路做下来 它甚至到7nm以下 它都是OK的 为什么它会这么惨 那我们再换到我们的 附近的好邻居日本 它突然Lavitas这样跑出来 要从2nm开始往下攻 intel都可以完成这样 那Lavitas有机会吗 那所以我觉得说 真的还是要顾好自己 熟悉的领域 我觉得会相对于安全 台积电的制胜关键就在于它的专注 这样听起来它的专注 那intel的话其实它分散 太分散了 比如说这投资根本下去 以前讲EUV一台才1亿美金 现在变7亿美金 一个工厂不是只有一台 就可以运作的 对 所以现在换 美国政府要头疼了 其实主要我觉得 还刚刚我讲的就是 台积电的建厂 跟整个的技术制造工艺 你看从本的部分 intel也很早说要去 德国也都是 可是现在就是都已经盖起来了 其实是 所以台积电的最后在实践 生产这件事情 比intel 我觉得基金哥就嘴巴很会说 好多愿景 CEO都是愿景 可是问题是最基础的东西不行 结果就是卡在这一点 但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刚讲到 因为intel的部分 无论你再怎样 你技术能力专利还是很好 对 你大不了卖掉 所以intel不会倒 美国政府一定还是会 持续加加马骨 主于宗族的自己